今天我们来聊聊李世民为什么被网友们又称为李二凤 这个是因为李世民写过一首《威凤富》 把自己比作威凤 而且他在兄弟里面排行是老二 因此连起来就是二凤 其实这个外号还算好的 那么有人把这个汉武帝刘彻称为刘野猪 那这个又是从何而来呢 那是因为刘彻呀 他刚开始的时候他不叫刘彻 他叫刘智 这个智呢就是带有猪那个意思那个智 要是这名字挺古怪啊 但这个名字还挺有来历的 是汉高祖托梦给景帝 让景帝给取的 但是后来还是改名叫刘彻了 可咱们现代人感觉有点理解不了啊 因为咱们现代人感觉这个猪呢 是又脏又笨的 但古代人呢他觉得猪是很聪明的 也由此可见 咱们古代人和现代人的这个习俗理念上面 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咱们今天主要来说说这个 李世民他的战绩有多少的水分 李世民啊 虽然是一代明君 但他一生中呢 有一个难以抹去的污点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为了争夺皇太子之位 对兄弟亲人举起了秃刀 杀害兄长建成和弟弟元吉 逼迫父皇退位 因此按照古代儒家正统的思想来说 他的这个地位多少是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的 而这个事呢也就成了李世民的一个心结 那为了重塑或者说美化自己的形象 他是直接干预了史书的修编 授意史冠对第一手原始史料 进行大幅度的增删 刻意的淡化李渊李建成的作用 有意的夸大渲染自己的功劳 后世在编修新唐书旧唐书等史料的时候 都或多或少受到了这些人造伪历史的影响 话而言之 李世民的有些辉煌的战绩 其实有一部分是吹出来的 那唐朝的开国功臣温大雅 从李渊太原起兵的时候 一直干到贞观三年去世 几身唐朝核心高层长达十余年 唐朝开国战争中 温大雅担任大将军府济世参军 专门点掌机要 亲身经历了唐朝开国期间重大的战役 在开国之后 温大雅就写了一本回忆录 叫《大唐创业起居著》 记述了他眼中的那段历史 细细的品读就会发现 李世民在其中的表现并不出彩 咱们来讲讲这个蜀雀骨之战 李渊在起兵之前 担任隋朝太原留守 当时天下大乱 异军风起 太原城外也活动着一支 实力强大的异军 异军的首领绰号叫历山飞 历山飞的部下是有两万多人 先后击败了隋朝的官军 对李渊驻守的太原 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李渊就决心除掉这个心腹之患 《大唐创业起居著》中记载 确属古之战中 李渊仅仅带领五千士兵 迎战历山飞的两万大军 虽然实力悬殊 但李渊却指挥若定 最终是以少胜多 一战歼灭了不可一世的历山飞 在温大雅的记录中 这一战全城是由李渊指挥 并且亲自参加的 李世民并没有露面 从头到尾一个字都没提到他 但是在旧堂书中 对于这一战的是另外的一番描述 把李渊说成了是一个 轻敌冒进的冒失鬼 多亏了李世民 永不可挡 把他给救了出来 另外就是关于霍益之战 也是这样 两本书写的截然就不一样 这个细节咱们就不太讲了 旧堂书成熟于五代十国时期 真实度和还原度 应该是不如大唐创业起居住的 旧堂书在编撰的过程中 所依据的原始始料 很可能就是被李世民歪曲 或者是修改过的为始料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